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还是会跟基本面有关 那当然在没有开股东会之前 我们怎么知道基本面好不好 其实有时候春江水暖压先知 筹码面会露出一些端倪 那举例来看 比如说已经在本周开完股东会的南港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一步你不管从日线或者说周线来看 会发现其实股价是悄悄的 一路慢慢的往上去做一个垫高 那涨到这边大家可能很难相信 这个以前感觉好像比较冷门 的确你看在这个甚至今年第一季的时候 它还是以这个价量来说 都相对是比较成绩的 可是为什么呢 最近有如这个旱地拔冲脱胎换骨 那最大的关键 首先我们就来看 目前已经揭露了成绩单 第一季的营收是出现了二位数的成长 成长了将近16% 那更值得留意的是 它的税后净利却成长了6倍 那获利能够大幅度的 比营收成长幅度还要更高 那关键就在于观察到毛利率也出现了扩张 17.44% 比上一季足足大增的超过3.3个百分点 那所以EPS也创下两年半新高 那说到这边为止 我可以看得出 其实它的本业是非常好 那南港的本业是什么 其实就是做轮胎 那事实上呢 当然景气呢 也已经开始在复苏 而且呢 其实轮胎也有分高毛利跟低毛利的 那公司呢 其实也在把整个产品组合去做了调整 那其实后面还有一个更值得去关注跟追踪的亮点 是在于呢 其实这几年大家讲到南港 想到比较多的大概就是资产 那但是资产这东西 其实有时候是炒股票的时候 当然可以拿来说嘴说说 但是呢 真的进入到实质开发 那个威力可能就不一样了 所以如以南港来说 大家最看重的就是呢 它在这个南港的这个旧产的开发案 那这个算是一个超级指标大家 因为基地面积呢 就有将近万平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万平的概念 一般来说 如果你去买一个算是在台北市 要豪宅大概千平以上的基地 这是一个万平左右的一个基地 那推估呢 整个总销案呢 会达到800亿 那当然它不是只有做住宅 也有包含做商业的部分 那预计呢 就是下半年就会开始开工了 所以呢 从过去可能呢 拥有这个资产的一个想象 到实质的一个开发的动作 要逐步的开始去做实现 那如果以筹码来说 其实前面刚才讲到 春江水南压仙芝嘛 那果不其然 持股超过1000张以上的大户 是一路一路的增加 那这个数据因为每周会有更新 那我们就一路呢 从这个过去的最早的数据 追踪到最新 最早是多少 大概其实几年前的数据 都一直在 目前软体都可以追踪得到 大概差不多有5年左右的数据了 就发现到什么 最近这个礼拜它的数据呢 千张大户持股比是超过67% 创下历史新高了 近7成在大户手上 对 所以其实像过去它为什么量会比较少 那其实也代表就是说筹码比较集中 那反而呢 持股不到10张的 那当然这个就是散户的定例嘛 那散户现在持股占比呢 是6.98% 反而是呢 有史以来的新低 从有统计以来的新低了 所以你可以想见这种股票就变成说 大股东爱大户爱可是散户不喜欢 因为大家想到可能资产股嘛 可是因为发现到这一波 所谓的一个台商资金引渡回流 那或者说要规避贸易战 也有很多呢 制造业回台列地 其实这些也会对资产股 带来一些额外的加分 那我觉得呢 公司的展望是不错 大家可以去做一个追踪 那另外我们看到呢 也是在这个礼拜开完股东会的大疆 那大疆主要产品呢 就是做保健食品的代工 还有面膜的代工 那其实这几年它营运重心呢 逐步的就是呢 除非之外放在中国大陆 那大陆大概目前在它业绩比重呢 差不多大概在八成左右上下 所以其实它会跟大陆的政策 跟内需市场有很大的关系 那前段时间股价有所回挡 就是因为大陆呢 针对一些保健食品的不当销售 不当的广告 那事实上有一个所谓 百日行动的一个查核 那这一番整治 其实从年初到目前 它已经告一个段落了 那先前因为官方在有这个 查核动作的时候 会影响到一些订单的观望 那目前呢 估计在整个第二季之后 订单会开始逐步的回温 那升到下半年呢 最快第三季营收呢 就能够在逐月跟逐季 都去创历史新高 那整个中国大陆 目前益生菌市场 算是进入到一个高速起飞期 那大疆也因益呢 大陆因为有14亿的人口嘛 这个内需市场相当庞大 也去做一些产能的建制 那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 在筹码部分 同样呢它也是呈现 千张大户的持股是增加 那包含外资投信都在做买进 那最近的业绩来说的话 其实呢 也有开始呢 出现逐步增温 那股价你也可以发现到 这段时间 它其实呢 也比较没有受到 什么贸易这样的影响 因为呢 前面已经先因为利空修正过 最近反而是呢 逐步的跌高往上 那刚好在年限附近 做整理的时候 我想大家也可以去做一个留意 好 所以微良先从 已经周开股东会的 两家公司 从筹码尤其在千张 大户持股比最近激增的 来找一下是不是真的 机会股就在其中 那继续要请教的是 这个副总的部分 从基本面当中 已经召开的法术会公司 你有听到什么悬外基因吗 就目前的一个状况来看 其实有些大老板 他并没有说出真心话 但你听得出来是不是 尤其是电子族群的部分 怎么说 因为电子族群 它不像有些传产股 它前几年很早就在 分散它的产品 而且电子族群 其实在中国大陆 布局的非常多 而且它形成一个所谓的 聚落跟群落的一个部分 所以你就变成说 你单一如果他自己 一间公司要移走 其他的移不走 他也没有办法 它的材料来源要怎么处理 所以说这个贸易战对 典子股影响很大的原因 是在这边 那当然还是有一些电子股 它其实这一两年 都有陆续在做一个 签场回台的一个动作 当然这是我们接下来 会关注的重点 所以等一下 我也会找时间 跟各位谈谈 比南港还要更冷的 更冷的 更冷的一个族群 不是更飙的 也比较飙了 也比较飙 等一下我们回过头来谈 我们先来看 像是 先来看TBK 3673的TBK 第一季的一个营收 其实表现还算OK 那四月营收也表现不错 但是这边有一个重点 就是说它第一季 公布出来的一个获利数字 获利数字是只赚0.06 这显示出来什么 显示出来这个毛利的一个数字 其实比较低 那当然这背后 也有可能是来自于什么 来自于说这个 苹果的一些关系 就最近这几个交易日 我都陆续看到 有外媒在报导 报导什么 说这个贸易战的关系 苹果的一个售价 会比原本成本来好 转价消费者 对 它这个还卖得更贵 对 已经很贵了 谁要买 不是 我那时候心里就在想说 你苹果的毛利这么高 你为什么不自己吸收呢 你听懂我这个意思吗 就是说你苹果的毛利 都是压榨你其他底下的供应链 而来的 对 那贸易战的一个影响 导致你的这个 这个获利会减少是正常 那当然你又因为关税的影响 或要调高它的售价 我想如果是这样子的 一个状况之下 那当然苹果你手机 会可能越来越超越卖越糟 那当然其实从这个角度来看 似乎有一些在压榨 其他供应链的这个状况 所以毛利其实有一些 变差的一个状况 那在TPK的部分 还有一点筹码的一个凌乱程度 投资朋友也要特别小心一些 因为毕竟它到目前为止 这个融资使用的一个水位 还有两万多张的一个状况 还有两万多张的一个状况 所以说这个情况其实 接下来我们陆续还是持续要观察 因为毕竟先前法说会的一个内容 当中还特别谈到 五月份六月份 今年的一个传统淡季 可能五穷六绝的一个效应 可能会比较明显一些 所以你的意思是 现在还暂时避开对不对 对这当然要暂时先避开 那这先暂时要先避开 那另外再来就是说 另外这个6435的一个大中 6435的大中其实 它第一季的一个EPS 比较出来的一个成绩单2.49 比去年的一个1.63 表现还算不错 但是这边其实有一些玄机 就是说它自从二月份的一个营收 开始减少之后 三月四月的营收 都连续的一个月减 这个玄外之音在于什么 在于说二月是过年 工作天数比较少 月减年减正常 但是你三月份竟然还比 二月份还少 四月份竟然还比三月份还少 这就表示说 它背后的一个 这个产能利用域的一个降低 或者是这个营收的一个 导致营收的一个数字的不佳 这很正常的一个道理 就是说你二月工作天数 已经在少了 那你为什么三月的 这营收还比二月还更少 三月是完整的工作天数 四月也是完整的工作天数 那当然这背后的一个原因 其中也牵涉到一个所谓 因为大宗MOSFI的概念 也是跟这个景气循环 非常有关联性 它也是去年炒作非常凶的 涨价缺货股 那在这边我要特别提醒 所有的投资朋友 今年的这个贸易战牵扯到的一个影响 其实它的VT一直在影响到很多的一个 公司的一个基本面 那涨价缺货股的一个部分 今年其实从去年十月之后 早就没有再涨价了 所以在这背后呢 你这些你要特别去观察 一些涨价缺货股 一直在谈说 啊 获利很好 那但是呢 你去看看国具 国具第一季的EPS是6块1 比去年第一季的一个12块 腰斩了一半 而且它还并了蛮多公司的 这一点其实涨价缺货股 今年还是能避则避 好 所以这个副总不是说看空 就是善意的提醒避开风险 提供给您做观察 我们休息一下继续追踪 感谢观看